又开学了 学生哥 你们是不是很不捨得书架呢 学生哥很温功课 不要天天惯着拍拖 在几个月前 我接受了公民实展培育基金的邀请 再次出席他们的论坛 今次的题目就是《香港特色》 出席论坛的讲者 除了我之外 还有三位文化人 有神笔梁永道 耶路大学教授的萧凤霞 和創作歌手何韵思 我作为前财政司司长 知心公募员 我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呢 我应该用什么角度去探讨 这个有趣的问题呢 我想了很久 最后我决定 从一个居住在香港几十年的身份 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 去比较一下价值观上的变法 用这些内容去配合其他讲者的体会 接着几个星期的节目 我会和大家讲一下我的看法 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主题是会令到大家想起 香港暂止没有了原来的特色 这个讲法 如果大家都觉得 今时今日 真是不及得那时的所谓 good old days 这样就难免是负面一点的 亦都可能我们年纪大了 觉得昔日美好的东西 是很难永远保留 难免会有不少懷舊 好似一些nostalgic的感觉 是不是年纪大了 总是觉得旧时的东西 是比现在的好呢 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与其悲观 与其怀旧 不如我们想一下 我们应该怎样去珍惜 去保留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 好似一栋旧楼 或者一条街 甚至一个社区 这些东西当然是值得争取 但是我们都需要珍惜下 我们的非物质的文化财产 和有特色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们不努力 去保育这些价值观 这些制度 我们的下一代 就不可以有机会 去分享这些 我们积聚多年的成果 今晚跟大家介绍一个动物名 Cougar Cougar 即是美洲狮 除了这个通用的意思之外 Cougar 还是一位 喜欢年轻男士的熟女 有研究说一般的Cougar 是35至40岁 甚至可以高到50岁 而他们喜欢的年轻男士对象 都是30岁左右 研究指出年龄差别是大约8年左右 这个字不是源于美国的大城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城市 是比较包容一些 而这一类事情 都不是有什么特别 这个字是来自加拿大的温哥华 本来是用来笑一些 年纪比较大的女士 一些经常去酒吧 去找伴侣的大妈 我相信都是寂寞的人去找人解门 有趣的是在2010年 英国有一份心理学的研究 这份研究出版了一份很专业的雜誌 叫做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ur 这份研究说 人类一般都是跟随上规的 即是男性是追求一些比较年轻 比较漂亮的女士 而女性是追求一些成功有基础的男士 而所谓美洲斯现象 这个Kruger Phenomenon 是不存在的 这个研究 就受到各方面的批评 因为有些人觉得 研究对象 只是限于在线上找尋 对象的例子 是不足够的 以及整个研究都没有包括到美国 在美国的娱乐圈 就确实有不少 这些幼男熟女的例子 包括Madonna Demi Moore Susan Sarandon John Collins 在历史故事之中 我们都听过Cleopatra Catherine the Great 甚至是Elizabeth the First 在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 里面都有一段 关于21岁的Dustin Hoffman 和他朋友的妈妈的一段情 我们社会对这种关系觉得特别 但是对相反的关系 即是年纪大的男士 和年轻女士的关系 就好像比较接受 好像有一种 不是很公平的态度 大家觉得如何呢